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魏子夫生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出身在昌义郡的一个穷苦家庭 他自幼父母双亡,只得跟随一个伯母,勉强度日 那时的魏子夫身形瘦小,常年衣衫蓝绿,但有一双聪慧的眼睛 每每看着人群来来往往,总是望眼欲穿,似乎在期待什么改变 平阳侯府传来招收歌迹的消息时,伯母欣喜地将魏子夫送了过去 魏子夫只觉惆怅满志,对这个未知的新环境充满向往 他抱着伯母送的一包衣裳,怀中还揣着几个碎铜板 那是伯母为他装钱时,悄悄赛入的 平阳侯府气派非凡,光是大门前的石狮子,就比魏家的房屋还要高大 十一岁的魏子夫跟在伯母身后,腼腆地进了门,开始了舞技的生活 来到平阳侯府后,魏子夫过上了衣室无忧的生活 不再像从前那般与饥寒为伍 他和其他小女孩一起接受着歌舞,诗书,礼仪等各方面的训练 久而久之,也学会了如何涂脂抹粉,穿戴华服 他们每日重复同样的训练内容,直至完美 在这群小五娘中,魏子夫的舞姿最为出众,经常受到师父的表扬 她天生一副好骨架,又聪明好学 不消几年,就成了导师最得意的门生 平阳公主见她姿色美艳,舞技高超,便经常将她安排到宴会上跳舞助兴 晚宴时分,魏子夫换上裙子,梳起发迹 照着师父的教导,翩翩起舞 她舞姿轻盈飘逸,宛如飞天的仙子 这天,汉武帝也在坐 她注视着这个天生励志的小五娘,看得入了迷 平阳公主,这五娘可曾有婚怨 汉武帝兴致勃勃地问道 公主急忙回道 这是我新收的小五娘,尚未许配他人 陛下若喜欢,当可收入后宫 汉武帝听后甚是高兴,当急命太监将魏子夫带入宫中 魏子夫并不知晓这番对话,只是一如既往地把舞蹈跳完 直到有太监走到他跟前,他才意识到似乎发生了什么 陛下,请点你入宫是否 你且跟我来吧 太监略显温和地说 魏子夫有些惊慌 他从未想过会有机会进入宫围 但他也明白,皇帝的旨意不可违抗 只得跟着太监离开了平阳公主府,踏上了通往宫境的道路 一行人很快抵达宫门 魏子夫仰望着高大的宫墙和俏丽的宫门楼,不由得心生畏惧 太监将他引入偏殿 为他沐浴更衣 然后便退下了 他望着身上的艳丽衣裳,心中五味杂陈 一入宫中 魏子夫就感到既兴起,又不安 他不习惯宫中的几百名嫔妃,围着汉武帝转,互相计算 他更不喜欢,每日打扮的花枝招展,只为讨好一人 那时汉武帝宠爱的仍是陈皇后 魏子夫不得宠幸 日子过得颇为艰难 其他嫔妃见他出身低微,更加排挤他 有几个嫔妃,甚至联手,整支魏子夫 他的首饰被偷,衣裙被剪坏,只能独自一人唾起 他多次向汉武帝请辞,想回到从前简单的生活 但汉武帝偏爱他的才华,不允许他离开 失去自由的痛苦,让魏子夫整日萎靡不振 某日,陈皇后设宴,众人盛装前来 魏子夫因衣着简陋,再次被皇后和重嫔妃戏蒙 他忍辱负重,落泪回宫 这时,他已怀孕两个月,但还未敢告诉任何人 汉武帝见他哭泣不已 心生怜惜,这才再度召他进宫 他鼓起勇气,将怀孕的消息告诉汉武帝 汉武帝大喜过望,对他格外呵护起来 一个月后,魏子夫喜讯传来 他怀孕了 他摸着仁平坛的小腹,心中充满希望 他深知,此子若安生下来 自己的地位,必定不再是这个后宫中的小武技 其他的妃嫔见他得宠,更加嫉恨 有些嫔妃暗中使用了胎毒,想置他于死地 魏子夫欺然流产,整个人陷入绝望的低谷 然而,好景不长,因嫉妒 陈皇后设计,让魏子夫流产 汉武帝震怒,亲自审问真凶 终于找到了几名嫔妃,将他们全部打入冷宫 陈皇后也在此事中被废 远调外任 汉武帝重新重新魏子夫,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不久,魏子夫再度受孕 他小心翼翼地保护腹中的骨肉 终于在众人簇拥下 太子刘巨平安降生 太子刘巨出生后 魏子夫也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后 他滋滋哭哭辅助汉武帝处理政事 颇有皇后的风范 朝中百官也对这个明君贤后的出现 表示欢迎 但好景敌不过奸臣 江冲因与太子不合 暗中涉及陷害太子 他联合几个太子身边心怀叵测的小官 编造谎言,诬陷太子谋反 汉武帝认为是太子设下巫蛊祸害自己 遂命江冲剿灭太子叛乱 魏子夫与太子刘巨也被牵连其中 母子拒遇害 临终前 魏子夫刘叔给汉武帝诉说冤情 表示自己与太子并无反叛之心 江冲则将性质抢过 只向汉武帝禀报 太子已反 事后汉武帝发现真相 但一切为时已晚 他处死了江冲 却无法再见魏子夫一面 想起他五字婀娜 才华出众 他不禁悔恨交加 四十九年的宫廷生活 他始终忠诚耿耿 从一个小巫女 成长为贤明的皇后 如今随着巫蛊怨暗的频繁 魏子夫的名誉 也已恢复 只是他与太子刘巨的死 成为汉武帝心中 一道无法抹去的疮痕 每每夜深人静之时 汉武帝总要起夜彻夜不眠 他看着镜中自己苍老的面容 思绪万千 曾几何时 他也只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皇帝 在朝堂上 首次见到腼腆羞涩的魏子夫 为他的才华倾倒 如今年岁已经老去 昔日的圣景不在 每每想起魏子夫中的种种 他都悲从中来 尤其是他临终前留下的遗书 字字看在他心上 像一把无形的刀 时时划痛他的心 汉武帝明白 这一切皆是自己鲁莽所致 如当初他三思而行 少听从奸宁之语 也许魏子夫和太子 还在他身边相伴 现今一切已成空谈 他只能在长夜中回味往昔 追到逝去的爱旅 临终前 汉武帝又杀了沟义夫人 不让任何女人在参政 这一系列举动 见证了他内心的痛苦与懊悔 多少次梦回 他看到年幼的魏子夫 偏然起舞 恶挪多姿 如今却只能望穿秋水 不再得见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